由於小提琴的演奏 為國立台南台後的孫生 願發聲過發表到年中記者會改開到下午 從後也去100-13年的台南台後 過去一年孫生的檢驗到辦公室的適合相當豐富 好多表示說 包括九郵報告告簽經紀委 和政府科學研究的補助就累積超過十多頁 以前我們200多個老師裡面 我們現在在主席書那邊所統計的 產期合作跟研究的經費 將近有六年 可見可以看得出來 老師這個研究也是非常努力 他想說這年中記者會就有到 再次的孫生團體的分享到更快勝負 我們想這個情感激起的人 是有到所謂學校的科技學研發 那個表情 它是看人的表情 對 那像是眉毛的高度啊 或是眼睛的大小 還有嘴巴微笑的曲線程度 然後去判斷說他到底是開心難過 還是有其他的情緒出現這樣 他的話 頭上有那個wavecam 他可以追蹤人臉 對 那他胸前的話 那個時候是 做一個叫做情感咖啡攤的東西 那情感咖啡攤 它最大的特點是 可以辨識人的情緒 對 然後去做出相對應口味的咖啡給他 然後 激起人剛才到過肩頭 可以知道我們人的情緒是怎麼做之外 3D在印刷這些激起人的手套 跟鏡頭的東西 可以另外來 跟人來驗滾 當時還可以夾到沒有整個東西 仿生機器人它最特別的地方 是可以進行同步動作 它可以模仿人的手指 可以細微到手指的動作 然後做出一模一樣的動作出來 這個情感激起人已經在到 很多種類的困難 申請團隊也持續在這個記憶的基礎頂頭 進行到改良 當時 還要發到告股 讓其他人說的原因 完成 南天新聞等以下 再來不猜訪報道